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到广东首先是深圳 1979年开始去讲课 然后帮忙做深圳第一个城市规划 帮忙做土地省住的改革,住房改革等等 时间比较长 也跟广东有很深厚的关系 应该说我亲自见证了粤港合作的成功 我相信香港过去四多年这种改革开放之后 要是没有广东的伙伴 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金融贸易行业中心地位 同样的,广东要是没有香港的伙伴 大概也不会有今天 作为这个世界工厂 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创客中心地位 香港现在有了国安法 有了完善选取制度 很多特区政府需要用它的公权力 用特区政府的财政去达成的一些粤港合作 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 我认为它是重要的 我认为它是重要的 二重点 第一个提前 一开始 1997 一开始 最后的日子 在香港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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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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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和政府被批判了 没有关系和知识的香港人 我们只知道名字的批判了 在日子的领导 如果所有人听到香港人 不知名字的领导 人家不知其他人 第二,是在香港的自由化 像其他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香港不成為了解和好理由 在脫下的國際政府 香港被返回,正如是,去中國 成為了一份中國 我们是一部分的中国,我们是一个地方的政府 所以这个很专业,这是一个重要的点 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公共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公共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公共的国家 我们的知识,我们解决香港前的问题的方针 通过落实基本法160条,我们取得全面成功 保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 质疑,一个国家里面不可能有两种货币 97年7月1日回归第一个早上,香港人用的就是港元 这个也是在世界上没有限制的,我们落实的非常好 落实了这个,保住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的同时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作为我们国家的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可以发展出最大,最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它是最大的一个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 爱国者治港,这是天津第一 在香港治港人必须是爱国者 正如在其他社会,在其他国家 治理当地的也必须是当地的爱国者一样 但在香港高度自治的城市 由于我们得到国家的高度信任 能够根据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 所以,爱国者治港这个问题更有必要更为突出 我们中国有句话,就是此消彼长 过去有一段时间,像有些反对派对媒体 所以,在各个方面抹黑我们国家 抹黑我们的执政党 这个影响比较大 尤其是他们配合教育界的一些反对力量 把这些媒体的谣言、抹黑带到课堂里去 最近几年,这个情况有好软 因为这些反对派媒体 现在有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了 使得我们的政企能够得到洪扬 使得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得到好好的展开 这个是过去两年一个比较可惜的现象 我们去选荣与水 大多数香港居民是爱国的 我们有句话,说百文不如一见 香港不少青少年,由于我刚才说的原因 他们被一些媒体误狼 请他们到内地去自己看看 近的,比如台湾区的广东城市也好 我到上海、北京一些 比他们多点时间,让他们自由去探索 我的经验是做这个工作 做一个,得一个,做两个,得一创 有效 我在香港,我经常碰到中学的校长 前两天我在跟两批中学校长面谈 我又问这个问题 我说,在你们的学校 一个学生,他中学毕业了 在你们学校六年时间 在六年里面,你们安排他们到中国内地 去了几趟 我持今得到这个答案的幅度 就是六年时间里面,两趟到六趟 你就是六趟,仅是一年吃 一年是能够去多少地方呢?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下去 真的要加大力度去做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眼见为食,百闻不如一见 这是最有效的做法 而广东之间,根据我们整个 对答案区的谋划 确实有很多新的方面 新的领域可以探讨 我再举一个 香港科技大学 落户广州的南沙 这个动作呢,对于我来说 它的意义远高于 有个很好的科研型大学 进了广州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港科大是一个很好的科研型大学 但是,在香港呢 我们的产业结构里面 没有一个下游的制造业 来承接港科大很好的一些科研成功 广东它的转化能力很强 但是,广东过去没有一所 类似港科大这种 国际知名的科研大学 这个动作,双线合逼 广东就有了上游一个很好的科研型大学 也有了它一直有的下游的制造业 这个呢,意义很深远 我说这个说明什么呢? 香港和广东的大湾区城市 比合作关系和合作领域 不仅限于传统的 比如制造业、贸易、金融等等这些 我刚才举的这个高教、科研这一头呢 我相信将来呢 我们很有很大的发展领域 我们很有很大的发展领域 感谢观看